大家升约六发流 从阳自然抱怀你了 后面这个渣华道986大约的基座 市传成交了大概我估9500万左右 滑手石9500万 你就当它9500万 就英王还是杨秀成公司搞不清楚 当同一个party 几年前的新闻就说杨秀成用8.88亿 就跟英王买入一男子的铺 就包括后面这三间铺 渣华道986就两个租 就在功夫点心和屈神寺这个位置 看来就人来人往了 就对得正 这个渣华道的体育馆 所以就变成了 最邪的对面就是这个北極旁的浸 不够底了 给分了 不给实分 不给面了 市传 未确实 新买家的名字又是市传 就叫做彭桂友 就在影了 有桂友友 真的好听我们的根性 所以就 好了 去对面的时候 给你看看这间铺铛 星际路 被我驾开凤车的时候 就会打凤车 太好了 被我影响车当这一套 20年后的时候做纪念 哈哈哈哈 Can't do what you love not what you do 我对面跟你讲讲这间铺铛 好了 看着 9500万 盘子 zoom in 少少给你看资料 图籍 又再zoom in 少少给你看 三个箭嘴 两个租客 继续是图籍 贵字图 zoom in 少少给你看这条街 盘子的照片 这个是旧照片 今天的照片已经看到了 之前杨秀成 有新闻讲过8.800亿 向英网买进来的 雪包这三间铺铛 这个就买家 8600万 买进来 彭桂有 挖住这个位置 功夫点心 挖住 功夫点心里面的照片 外面的照片 屈臣市里面的照片 记住想买铺的时候 我们公司铺真价实 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是在Google link 你看到所有的盘子 图籍 所有人都可以说 找到同事 找到经纪吧 大家星期六快乐 刚收到封 不知道是否 不过我不会造谣 现在就说是星期六的下午 6点18分左右 功夫点心 渣华道 北角这里的时候 还有这个屈臣市 加上来的门阔 不计这个大厦入口的 lobby位 和这个停车场位的时候 加上门阔都整个五十只 连上上面的广告牌 整个的基座 基座这里 只是地下铺 没有一楼 那就是成交了 大概 9300万 9500万左右 这个位置 你当它是9300万 华修实9500万 那么港内口价 你当它是9300万 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说是北角渣华道 后面这个是糖水道 那边是街市 春阳街 这个就是渣华道 这个是体育馆 我女儿在这里上堂 就打碧头打碧板球 打碧头打碧头的时候 那我就OK 所以我经常停下这把车的时候 这个是功夫点心吃东西 那就是那个楼上 往往往往 另一边给你看真一点 那后面的时候 就说整个门阔 都50尺左右 不计个lobby 和停车场 挺大件的 另一边也看真一点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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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厘松一点回报 看着就是这栋大厦 这栋大厦的基座 这个屈神使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功夫点心 那那个 趁没有车的时候 那边车正在冲过来 那边就是春阳街 防水道的街市位 这个就是北角的港铁站 在前面的时候 是北角新的商场 维港众 那边的 再走前一点的时候 就是书局街 琴行街 那个就是北角港铁站 这里有很多人 我经常跑步 跑步 不停游泳跑步 那边的时候 北角码头 很多时候 这个商场就是北角会 应该叫做 前面那边有个北角码头 很多内地游客 一船一船一船 圍港吃东西 那边的高桌 那边的高桌 这边的高桌 很漂亮 很开心 那边的高桌 那边的高桌 就是工夫点心 和屈神市的位置 读一些基本指示 就是讲到 这个本子这么寻 最便宜的基礎 这样他这么说 他这样 跟我这样 他讲是4,435呎 那租金呢 就是屈神市 工夫点心 工夫点心就19万 去到2023年小月份 逐约就是23万5千元 那样的 另外就是屈神市 就讲的是 44,000元的租金 去到2025年的6月14日 那另外呢 樓上还有那个广告牌 广告牌的位置 算是挺值钱的 大概是一千多元的廣告牌位置 讓你看真點 屈臣市 就這樣看著 這裡人流很多 屈臣市也挺大間店鋪的 挺深刻的 我相信是四萬四大衣 我相信屈臣市的租席還可以上去 圖立即收到資料 屈臣市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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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停車場入口位 對面就是渣華棟 市政大樓 還有體育館 這是大廈的Lobby 還有這個就是功夫點心 租金是19萬元 到2023年的11月份 再續租到23萬5千元 或者仍然8%這樣寫的 功夫點心 還有上面有一個廣告牌 在裡面功夫點心 現在大約6點多 都要有人 吃點東西 好了 不給分了 因為事存 我不敢肯定是堅是流 究竟是英旺 還是楊壽成 我都搞不清楚 因為我還沒查到資料 剛剛今天收到電話的時候 就馬上下來看 辦公室關了 沒那麼多時間 查這麼多電話 之前這樣看報紙的時候 就楊壽成應該向英王 曾經買入 8.88億一男子 包括後面這個 渣華島 98號這個地鋪 三間地鋪 兩個租客 我收到一封 買家叫做彭桂友 有桂友有 真的夠厲害 前年的時候 即是2021年 他曾經用8600萬 買這個波鞋街 即是花園街的43A店 都是彭桂友的 那就是 好啦 那OK啦 這個一看 漂亮啊 黃偉肯定高分 不用說話 當他9500萬 華收實 已經這麼說 你減少少 當9300萬 不要啦 當9500萬 當9500萬 那就好一點了 突然被人罵死了 但是當9500萬 就變了這個大大見 人樓又旺 旁邊有這個 北角會商場 有港鐵站入口 對面有渣華島 真是漂亮啦 不用說話 又可以回來 現在人樓又不旺 算好東西了 十足高分了 那個楊壽城 英王的店 就不給十足不給面 肯定高分 見到都過氣了 不足夠 請問我勝會商務機 創辦人欣慶 我們整集的本子在這裏 就是游駕港的 在我們的本子 匹羅菇這邊 BYE 崇洋之快樂 再往下這間店 9500萬成交 這個是個盤子 圖籍 三個箭咀 指著位置 就是一間店 這個位置圖 盤子 的照片 舊相 來的 楊壽城 曾經8.800億 買入了英王自己的男子 雖然包括Java三間店 圖住位置 你看到 看外面的照片 晚上的景 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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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 點心 裏面的照片 就是 屈臣子 裏面的照片 就這樣看 永遠的環境 繞個圈 轉個圈給你看看 負運環境 對面就是這個 Java道 體育館 和市政大樓 這個大樓的Lobby 走過去的就是 Watson市 Lobby 功夫點心 你看到 好 如果想買舖 上我們網站 和Google link 你可以按下去 看到舖真價實 很多公司的本房 找經紀 找我們同事們都可以 淘汰在這裡 拜拜